二媳妇,我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 想吃什么你们自己煮 婆婆,你要去摘什么 地理的包采摘不摘就老了 我在去市场卖 妈,你脚受伤还没好就不要去了 我跟珍珍去吧 就这点小伤,没事啦 婆婆,交给我跟阿雄 你就在家里休息吧 是啊妈,反正我们今天也不麻 行吧,那你们注意点地理肉滑 好 阿虹 阿虹 翠花什么事 阿虹,我大哥工地那边 你们两个还不快去 走吧阿虹 你说 阿虹,我大哥那边这两天缺冷手 待遇还不错,你要不要去 可以啊,那我什么时候过去 你现在就可以过去 行,那我现在就过去 谢谢您的催化 没事,那我先回去了 好 稍不多了,走吧 好 我买包菜了,新鲜的包菜 阿姨看看包菜刚摘的 看一下 阿姨给你慢走,阿姨慢走啊 新鲜的包菜,过来看了 帅哥要包菜吗 诶,这不是阿虹吗 阿虹,好久不见 阿虹,你是在这边摆摊吗 是啊,家里种了点菜,吃不完 听说你搞了个农场做老板 没想到在这卖菜了 卖菜怎么了 靠自己我觉得挺好的 有点鼓气,但是不多 你慢慢卖,我走了 阿虹,要不你先回去吧 我一个人就行了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不必在于别人的眼光 阿虹,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什么 就喜欢你脸皮好 讲这种话,这么多人在看 我不要面子的吗 真的是 谢谢,慢走啊 慢走啊 阿虹,今天辛苦了 给你啊 谢谢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好好 来,给你 谢谢,慢走啊 慢走 走吧,回去了 阿虹 阿虹,这个时间没有公交车了 别等了 发 哎,这么晚了 婆婆没在家 去哪里了 对,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哦,好 董瓜啊 米瓜啊 不爱我 你是傻瓜 婆婆,这么晚了 你去哪里 怎么还没回来 哦,辛苦了 你过来接我吧 我实在走不动了 我在 哎 没点了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怎么了,珍珍 婆婆说走不动电话就挂了 现在打也打不通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怎么会这样 我们去找花姐问一下 嗯,好 花姐 怎么了,阿雄 花姐,我妈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阿虹今天去我跟那边干活了 她还没回去吗 啊,还没有啊 现在电话也打不通 你们也不要着急 我们一起去找找看 那我们快去找吧 婆婆 妈 妈 阿虹 妈 阿虹 阿虹 妈 你怎么在这里啊 婆婆,你没事吧 傻孩子 我没事 阿虹,你没事吧 没事,谢谢你们 我们回去吧 没事就好 走 小心天赋 阿虹 火小一点 好 婆婆,以后你就不要去做太累的火了 没事 趁现在我还能做得多做一点 以后你们就轻松一些 妈,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这个家现在我才是顶梁住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傻婆婆 以后你只要负责小扶就好了 好好好 吃吧 嗯 阿虹 阿虹 这么着急要去哪里啊 婆婆,我小妹过来了 我去接她 也不收拾一下就这样子去啊 没事的,婆婆 自己妹妹不会介意的 我走了 小妹,你来了怎么不提前从这里上 姐,我来看你还要提前说吗 我来个突击检查 看你过得怎么样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你看这里三千水秀的 姐,你以前可是很注意形象的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还不是你 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下 害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走了,我们先回去 等一下 走吧 好 小妹,你别看我们这边偏僻 什么都有 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地方了 你犯着大小姐的生活不过来这里 小妹,你看 城里哪有这种风景啊 我看不是什么风景吧 是阿雄 还不是啦 走吧 还不好意思 这怎么有个水坑 这两天下雨 屠路比较泥泥 你注意点 哎,姐 要不你带着姐夫回家吧 反正家里房子那么多 再让老爸给姐夫安排个工作 婆婆在家一个人 我们也不放心 再说吧 好吧 小妹,就是这里了 儿媳妇 这个就是桑桑啊 长得真漂亮 是啊,婆婆 阿姨好 嗯 儿媳妇 你带桑桑去逛逛 带点她爱吃的菜回来 我去再握杆给你们吃 好 谢谢啊 小妹 我婆婆做菜可好吃了 晚上你尝一下就知道 谢谢 走后去了 好 走吧 我想 少女 我有个愿意 我 我 这儿子 Peyia 你只是 赶快 выд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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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我 过来吃饭了 哦 好 吃饭 珍珍 吃鱼肉 这揉揉你不是也喜欢吃 多吃一点 好 姐夫 差不多得了 你有点过哦 什么呀 你也吃 珊珊 习惯就好 他们两个一直接 哪有啊 妈 吃这种活 小妹赶紧吃 一会带你去看油灯可乐脑了 真的吗 我都没见过 那我吃饱了 我们走吧 那走吧 现在过去刚刚好 妈 你也一起去 好 小妹走吧 哇 姐快看 好热闹 看呀 走 我们去前面看 前面个热闹 婆婆 儿媳妇 你去叫珊珊出来吃早饭 小妹 出来吃早饭了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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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一火虫飞向草皮 柔柔光无缘 姐 看你过得好 我也放心了 我有事就先回去了 这次过来 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爸妈让我给你带张卡 里面有十万 他们知道直接转给你 你不会要 就让我跑一趟 顺便看看你过得怎么样 爸其实一直都很关心你的 他就那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有空带姐夫回家看看吧 过阵子阿萱农场忙完了 让他陪你回去一趟 嗯 儿媳妇 你和阿萱去农场 多再一点清早回来 爸也喜欢吃 等一下给他们多送一些过去 好的婆婆 小莉我们一起去吧 好啊 老婆 我来了 老婆 你脚怎么样 还疼吗 别怕我 真正我们走 走了 愣着干嘛 跟上 哦 小莉 阿中过来找你愣错 你就给他一个台阶下吧 永远都这样 说的好听 从来都不打 我都这样了 他还不搭理我 生气了 刷电信 自己是正常 走吧 老婆 我错了 跟我回家吧 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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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圈圈九里 我拉不加连就他回来 秋雨啊 不是我说你 你也得改改你的脾气了 都说婆媳婆媳 先有好婆婆 才会有好儿媳 阿虹 这些我都知道 你也知道我这个脾气 只要年轻人过得好就行 我们作为父母的 少参合他们的事 他们在农场 我带你过去吧 好 阿虹 你跟真正感情那么好 自我来找 小绿 小心在有吃 没事 我皮后 有点东西嘛 哎哟啊 哎哟啊 好天啊 哎哟啊 我跟你说了地比较花 慢点 注意点 啊 你说你多大的人啊 走个路还能摔倒 没事吧 哦 没什么大 那怎么样 严不严重 要不要去医院啊 真的是 坐这边休息一下 走吧 我们那边在 老婆 以前对你关心不够 是我不对 你认我好吗 以后不会这样了 我保证 小宝怎么样 我没有在家有没有哭 哭了 昨晚一夜没睡好 妈在家带枕了 那走吧 回去看小宝 老婆 你愿意回去了 太好了 你的脚好了 哎哟 好痛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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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阿熊的主意 不管我的事 阿熊 是你的主意吧 有那么明显吗 你忘了 还对我用过呢 就是这个阿总 没言出我的精神 阿总 我真的很想好好 跟婆婆相处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做才好 老婆 妈就是那样的脾气 心不坏的 我知道的 你家在中间也很为难 我也有错 有时候很任性 不该跟婆婆点嘴的 没关系的 都是一家人 而且后 妈就那脾气 你不要跟我记住 我们回家吧 婆婆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们好 我也有错 都是一家人 说开了就好 阿奥城 这两天麻烦你了 没关系 都是自己人 妈 老婆 我们回家吧 敬意 肚子 六,五,五,八 不停 我 没有 都 半 吃饭了 来了 儿媳妇 你爱吃的回锅楼多吃一点 谢谢婆婆 妈 也没见你做我爱吃的 做什么就吃什么 那么多货 婆婆 你对我真好 人都是相互的 任何关系 彼此种种才能长久 我现在不对你好 以后老了没人照顾怎么办 放心吧婆婆 不管怎么样 照顾你是我们应该做的 嗯 吃饭吧 嗯 妈 你也多吃点 我不能贵 我不能贵 就能贵 我应该贵 你贵 也是 别忘了 我 有 别 我 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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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你还知道回来啊 我以为你找问题我这个妈了 大姑姐我来提吧 不用了 我自己没手吗 妈 最近常的事情太多了 之前又周转不过来 烦死了 不管做什么 困难肯定是会有的 只要用心去做 都会好起来的 嗯 对了妈 阿熊阿熊在哪里啊 阿熊在哪里啊 在农场 那我去找他 嗯 小婷怎么之后回来 好久没见 前阵子忙 今天刚回来看我妈 你就别穿了 肯定是回来找真真借钱了吧 姐 他能有什么钱 还不都是我弟的 你不知道啊 前阵子真真年家给了他 十万块啊 这样啊 你真不知道啊 当我没做 我一次见走了 阿熊 姐 今天一块回来了呀 是啊 回来看看你们 这次回来多晚几天 嗯 弟弟 有件事你得帮姐 姐什么事 跟我还客气什么 真真娘家不是给了你十万块吗 先借我周转一下 姐 那是真真娘家给的 是真真的 我做不了主啊 真真嫁到我们家 他的不就是你的 连这点事情都做不了主 我看你就是个老婆奴 姐 两口子过滤子 不就是商量着来吗 我不是怕他 我是妆妆他 我看你就是没骨气 真真 我好久没回来了 你陪我一起去逛逛吧 大姑姐 我还要帮婆婆做豆腐呢 你们去吧 我一个人就可以 回来带点菜 好的婆婆 大姑姐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包 老板多傻 大姑姐 我来付吧 怎么可以 让你付钱 都是一家人 分什么你的我的 走吧 哎 真真 那里有一件衣服 挺适合你的 我们进去看看吧 老板 那件帮我放下来 我看一下 好 就这件吧 挺适合你的 大姑姐 不用了 还是算了吧 老板 转过去了 你帮我包起来吧 大姑姐 我家里衣服很多 不用了 没事 我送你 走吧 真真 你最近皮肤怎么那么差 还好吧 这瓶薄纸效果很好 我还没用 给你用吧 不用了 大姑姐 都是这家人 跟我还客气什么 谢谢你了 大姑姐 你娘家前段时间 是不是给了你10万块 是啊 先借我遮转一下 厂里最近比较紧张 大姑姐 这笔钱我不能动的 我这转过来就还给你 又不是不还 可是这笔钱过阵子 我要跟阿雄回去 还给我爸妈 亏我对你这么好 连这点忙你都不可办 算了 阿雄 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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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姑姐 我跟阿熊商量好了 既然你有急用 就先拿去周转吧 过阵子再还我爸妈也可以 珍珍 谢谢你 等我周转过来 马上还给你 之前是姐不对 你别跟姐计较 不会的 大姑姐 小庆 珍珍借给你是情分 不借你是本分 我希望你也能 把它当家人一样看待 嗯 我知道 吃饭吧 嗯